大家好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 六度世界AI6D编写的节目 热点深度 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首先关注 不创新就会死 美国的短视让中国取得突破 外交事务 作者埃里克 施密特是谷歌前首席执行官 文章开篇就提到俄乌战争 认为 2022年2月 乌克兰被俄罗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但却能够利用技术优势 他们将关键数据上传到云端 重新利用他们的电子证物 移动应用程序进行开源情报收集 并使用Starlink卫星和地面站来保持联系 他们还获得了自己的无人机 来拦截俄罗斯的攻击和西方盟友提供的陌生武器 乌克兰的成功是由于他们人民的决心 俄罗斯薄弱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的支持 但也是由于他们的创新能力 创新力是发明采用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 它有助于硬实力和软实力 人工智能加快了科学进程 重塑了世界 美国和中国在创新力方面存在竞争 而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需要克服官僚主义的冲动 为创新创造有利条件 并投资于启动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所需的工具和人才 这对于确保自由社会 开放市场 民主政府和更广泛的世界秩序的未来是必要的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在军事领域提供了关键优势 例如乌克兰军队使用人工智能扫描数据 人工智能系统最终将不仅仅是协助人类 而是开始自己做决定更快地执行OODA循环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生成性的 导致不断创新 更快的量子计算将允许更大的数据处理 人工通用智能AGI是一种假想的技术 可以执行人类可以执行的任何精神任务 甚至更多 谁先开发出AGI 谁就将拥有巨大的优势 能够用它来创造更先进的版本 并在所有其他科学和技术领域获得优势 在这一领域的突破 可能会迎来一个与和时代不一样的主导地位的时代 人工智能是一项基础技术 将在创新力量的竞争中至关重要 是药物发现 基因治疗 材料科学和清洁能源的未来发展的背后 人工智能还将改变科学研究的本质 使科学家能够分析大量的数据集 并腾出时间来开发新的想法 AGI还需要几年时间 但谁先开发出AGI 谁就将拥有重大优势 与传统武器相比 无人机具有明显的优势 它们更小 更便宜 并提供无可比拟的监视能力 在城市战争中 海军陆战队员可以由微型无人机陪伴 作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 自主的武器化无人机最终将取代士兵和有人驾驶的火炮 技术优势增强了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 并加强了其威慑能力 它还通过赋予国家对供应链的影响力和为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来塑造经济实力 中国可以对其提供通信硬件的国家行使权力 台湾在半导体制造方面的首要地位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威慑力 以防止入侵 美国因其在创建互联网方面的作用而受益 使科技公司能够拒绝审查要求 技术创新也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好莱坞和科技公司向全球消费者传播美国的价值观 与美国大学相关的声望和创造财富的机会 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人们 一个国家投射力量的能力取决于 它比竞争对手更快 更好的创新的能力 现在的创新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因为它创造了一种路径依赖 导致了更多的创新 创新依靠的是发明 采用和适应的循环 美国引领世界进入四季时代 使Uber等移动应用得以发展 由于更容易获得学术研究和开源软件 在技术方面 具有结构优势的国家的护城河正在缩小 中国已经利用了外国的技术突破 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确保技术优势 记录是好坏参半的 中国在一些技术上领先 在另一些技术上落后 北京已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 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甚至可能比预期更早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已经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技术的领导者 它用来控制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 并出售给其他独裁政府 中国在吸引人工智能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方面仍然落后 但由于其宽松的隐私法 强制性的数据收集和有针对性的政府资助 因此具有优势 中国正在大力投资于量子技术 希望建立强大的量子计算机 足以解密今天的加密技术 中国可能还在存储通信 以期在未来解密 这种策略被称为现在存储以后解密 美国目前在量子计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比赛正在进行 中国在合成生物学方面正在迅速追赶美国 自2019年以来 私人投资超过了美国的投资 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许多 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 中国也有雄心勃勃的计划 到2030年成为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导者 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在芯片设计方面超过了中国 但中国公司控制着这些芯片所需的85%的稀土矿物质的加工 拜登政府最近阻止了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是系统之间的竞争 也是国家之间的竞争 中国的模式依赖于政府对国家冠军的资助 而美国的模式则依赖于一系列更加分散的私人行为者 美国政府已经变得不喜欢资助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的资金已经下降到50%以下 美国的成功故事有赖于雄心壮志 有利于创业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以及开放的文化 然而 这可能不足以与中国竞争 美国政府需要为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重新注入活力 国会已经通过了CHEKS和科学法案 在未来十年指导200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 一个新的技术竞争力委员会 可以帮助协调私人行为者之间的行动 并制定一个国家计划来推进关键的新兴技术 美国应该在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 如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 美国政府应该在岸上和朋友岸上的供应链 资助微电子学的研发 为5G的推广向私营机构开放更多的平谱 投资于创新周期的所有部分资助基础研究和商业化 电动汽车是研究导致商业化的例子 追求新技术 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合成生物学 以实现商业化的目标 投资于人才 吸引世界各地最好和最聪明的人 对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 美国拥有雇佣高技能移民的优势 如果对人才关上大门 就有可能失去创新优势 美国的下一个技术突破 将可能依赖于移民 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国防政策 制定一个抵消X战略 以保持技术和军事优势 网络防御需要比人类的反应时间更快 并具有冗余性 投资于防御性火炮和导弹系统 使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廉价传感器网络 来提高战场意识 军事单位应该网络化和分散化 以更好的战胜对手 将新技术融入采购流程 战斗计划和作战中 在产品设计方面 向科技行业寻求灵感 更快更有成本效益的制造导弹 价格是判断创新能力的一个糟糕的指标 投资于许多低成本的项目 而不是少数高价位的声望项目 往往更有意义 乌克兰军队用两枚50万美元的海王星导弹 击沉了一艘价值7.5亿美元的俄罗斯军舰 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技术竞争 其结果将由未来5-10年的进步决定 美国政府被激励着关注短期 导致对未来技术的投资不足 二战导致了重大的技术进步 而美国现在必须在和平时期进行创新 如果不这样做 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 如高超音速导弹 使美国毫无防备 对电网的网络攻击 以及量身定制的虚假信息活动 美国需要领先于其竞争对手 以防止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 自由 资本主义和个人努力的原则 促成了改变日常生活的突破 必须继续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 美国在创新竞赛中是以岗位开始的 但不能保证它将保持在那里 硅谷不创新就会死的口后不仅在工业上 而且在地缘政治上也是如此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中国的城市正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 经济学人 中国117大厦是位于天津的世界第六高的摩天大楼 但它仍未完工 其他废弃的塔楼围绕着它 形成一个中央商业区的目的 地方官员一直在积累债务 以建设基础设施和提高国家的GDP 这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借款往往放在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中 以规避限制其借款能力的规则 新冠动态清零政策和房地产危机 损害了消费 削减了工厂的产出 并迫使各省市在检测和检疫设施上花费资金 地方政府已经进入成本更高和更阴暗的市场角落 来支付债务 现在正在寻求非正式的借款渠道 和发行美元债券 许多地方政府不能再在中国国内市场 发行债券或为到期的债券再融资 在2022年的最后三个月 债券的支付额超过了从新发行的资金 这些债务的利息比债券市场上的利息高得多 偿还期限也短得多 报告估计 在接受调查的319个地方政府中 有109个正在努力支付债务利息 利息占到支出的10%或以上 天津是成为启动市场恐慌的违约的主要候选人 自2019年以来 已有170万人离开该市 惨淡的土地销售收入 只能覆盖该市约20%的短期借贷负债 在整个中国 地方预算的压力正在显现 由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 私营巴士公司暂停服务 削减医疗福利导致大连和武汉等城市发生抗疫 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向私营企业支付与毒品有关的账单 并且没有向农民工支付工资 较高的债务率有了危机的出行 地方预算的压力正在导致抗疫和暂停服务 地方政府正在努力支付与COVID有关的账单和移民工人的费用 地方政府已开始出售资产以避免违约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正在放宽 允许地方政府通过上市筹集资金 私人交易也被用来交换资产 目前还不清楚官员们愿意走多远 或者谁会购买这些资产 中央政府已向地方大规模的转移资金 地方银行同意降低利率 推迟支付本金并延长债务期限 这表明了偿还债务的意愿 并承认这笔预期的时间要长 越来越多的债务表明 许多项目将永远不会盈利 自2016年以来 遵义是陷入困境的LGFV的现金流为负数 未来十年3%的增长 可能会使支付进一步复杂化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 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谁还记得中国疫情 北京清零动态清零记忆已阻止意义 纽约时报 中国共产党正在发动一场雄心勃勃的宣传运动 以改写公众对动态清零的记忆 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项政策 他有助于遏制病毒 但也窒息了经济 该信息旨在增强习近平先生的权威 阻止意义并在国内捍卫中国的政策 这场运动的叙述忽略了动态清零的极端做法 如殴打离家出走的居民 或将他们的孩子与他们分开 他也忽略了政策突然取消后出现的混乱 这使得医院和火葬场 对新的感染和死亡的爆炸毫无准备 这一运动是在于美国就中国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 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 包括中国对病毒来源调查的保密性 美国能源部最近得出结论 信心不足 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一个意外实验室泄漏 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使用审查和宣传来控制公众舆论 往往是为了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 最近参加全国范围内反对动态清零抗议活动的几个人 被逮捕和拘留 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以来 对该国威权领导的最大挑战 由于政府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 许多中国公民感到鞭长莫及 悲痛和沮丧 看到政府对大流行病的宣传 使许多公民进一步感到痛苦 他们选择避免阅读 共产党打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会忘记抗议和引发抗议的问题 但公众对大流行病的反应可能太大 不能被忽视 尽管有审查和宣传 公民仍然能够表达他们的不满 使党更难控制叙述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淡化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 将其一党政治控制的模式描绘成优于民主 官方公布的8.3万死亡人数被研究人员和中国社交媒体评论员认为是严重不足的数字 政府利用迫在眉睫的病毒威胁来激励国家和动员公民 宣布对病毒进行人民战争 并警告说隐瞒感染情况的地方官员将受到惩罚 中国共产党已经宣布他们的大流行病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并发起了一场适当的运动来强调这一信息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Clai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教授Minxen Pay说 这是他们叙述中的一个戏剧性变化 国家电视网络的社交媒体帖子已经审查了数千条评论 只显示那些赞扬政府的评论 试图重现动态清零时代的记忆在网上被审查 我们要的是食物 不是新冠测试这样的口号被从中国互联网上抹去 国家媒体对长期进行新冠检测发出警告 但是有些媒体的语气更加轻松 他们借用了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 将任何尚未检测出阳性的人称为决赛选手 基本上是将逃离病毒比作一场电子游戏 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如何试图控制讨论 并以积极的方式进行叙述 2023年1月 中国的一个电视农历新年综艺节目 几乎没有提到这种大流行病 只有一曲马上就会好的的表演 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不再使用口罩 政府正试图恢复公众对党的领导的信心 并通过鼓励中国消费者重新开始花钱来振兴经济 许多中国人正在展望未来 渴望将大流行病抛在脑后 重新与世界联系 然而政府试图压制那些挑战官方说法的人 包括惩罚警告病毒的医生李文亮和逮捕公民记者张展 尽管人们希望从大流行病中走出来 但许多人仍然意识到过去三年的痛苦和荒谬 并决心记住他 反对社会遗忘 以上是今天六度世界热点深度节目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倡导自由 责任 价值是AI应用的全球媒体先驱